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北京时间4月11日,2021-22赛季,NBA常威赛,击战正酣。 今天,是本赛季,NBA常威赛收官之日,老鹰队客场挑战火箭队。 最终,老鹰队,以130,以114,击败火箭队,战绩变成43胜39负,排名东部第9,将通过与黄蜂队附加赛,来争夺季后赛资格。 在今天比赛中,老鹰队当家球星特雷阳,出场34分中,20投10中,3分球,7投4中,发球4中4,合计得到,28分5篮板,11助攻。 这样一来,特雷阳本赛季,一共出场76次,他的总得分,达到了2155分,正式成为本赛季,NBA总得分王,这是特雷阳生涯,首次当选总得分王。 排名第二位的球星,是公牛队的德罗赛,76场,2118分,排名第三位的是,76人队球星,恩彼得,68场,2079分,另外,特雷阳本赛季,一共送出了737个助攻,这个数据,同样高居联盟第一位。 排名第二位的,是太阳队的保罗,702,排名第三位的,是,76人队的哈登,667,值得一提的是,特雷阳,成为历史上首位曾在NCAA和NBA,均在单赛季,拿到过总得分王,和总助攻王的球员。 纵观整个赛季,特雷阳的表现,十分优异,他场均出场,34.9分中,能够得到28.4分3.7篮板,9.7助攻一抢断,投篮。